那个同性恋是邪音 那异性恋就不是邪音吗 这样说好像也有道理 但是呢 事实上 这相约俗成的 同性恋是与生俱来的 正常的与生俱来 异性恋是 不正常的 阅历的累积 那不一样 那不一样 除了这个正常以外 你又加了不正常的 这正常你还是没有超越 那不正常又要这样 当然你就错得会更离谱 所以不要把所有的习气 理所当然 那个就是 不晓得怎么拯救自己 一定要晓得 连这一关我都不能破 那我还能破什么关 那譬如说 好 我们在家人 那夫妻叫正寅吧 正当的夫妻关系 但是出家就变成邪运了 出家就没有正当的男女关系 所以你只要有那个关系 就邪吧 所以正跟邪 其实也是看你的条件而说 你扮演什么角色 然后把它如理如实地去扮演 那就不叫邪 但是那个角色不一样 那就要求就不一样 所以这些当然我们要懂 那你如果真的要超越生死 那绝对不能 还对 不管异性还是同性 有爱恋的情愫 那是没有办法解脱 没有办法超越的 不可能 所以在这里面 当然我们既然修行 是要慢慢淡化这些 要你一下子没有 那是不可能的 当然你如果晓得那个不好 我慢慢把它淡化 慢慢能够超越 这个才是修行指导 不要又找理由 找一大大理由 让自己 这个不好的习气 然后越弄越重 你只要还要辩解 就代表你既知道道理 然后又不顺从道理 所有东西不需要辩解 包括人家骂你 不需要辩解 你要无理其闹 不需要辩解 这个讲起来好像没有是非 事实上这个就是大是大非 因为我不辩解 我站在是的一边 我知道该怎么做 才对这一件事 能够有帮忙 那如果对一个明理的人 他误会你 那当然你可以辩解 但是你在辩解的时候 因为你知道他是一个明理的人 你在辩解的时候 会心平气和 不是要保护什么 而是要还原事实而已 那你就把他当成不讲理的人 那你还要辩解 是不是大有问题 他不讲理 你跟他辩解什么 根本就不需要辩解 他讲道理 你可以心平气和地讲 也不叫辩解 只还原事实 对不对 那这里面通通对 所以很多东西 我们一定要知道 什么才对 你对了 你就会做对的反应 对的行为